Hello 今天我做冬菠肉 以前是完全不吃肥肉的 咬到肥肉就感觉很噁心 自从我做冬菠肉之后 把油煎的时候 全部逼出来 煮了这么久 油都已经出来了 现在五花腩就变成了 好绵好绵 入口即化 真的很好吃 如果真的不想吃这么多油的朋友 也可以把汁 冰了一晚 瓶了上面 撇了它 真的连汁都可以送一碗饭 买的时候 就已经叫了老板娘 帮我切掉它 真的不用那么麻烦 接着我们要洗净净它 然后我们要洗净它 先洗净它 我们不用放油 不停煎 因为这些五花腩 它有很多油出来的 我们用二结肉煎就可以了 煎过去 煎过去就比较定型 同时都可以锁住水分 还有把油逼出来 六面都要煎到金黄色 撕了很多油出来 对吗 一条 你把它分一半就可以了 猪肉 不用绑得太细 因为冷缩热 一会儿煮它很久 如果太细 就会辣得很紧的 就好了 接着把葱 姜 蒜头 桂皮 和八角 洗净它 切断 切片 和切粒 加少许油 接着呢 放点糖 其实呢 放什么糖都可以的 如果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些糖就自然会上色的了 因为我们主要都是 就是想去变 它的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主要糖溶完就可以了 加了水 加了水 糖就变硬了 我们煮它是融了 就可以 倒入肉质了 盐 少许生抽 蚝油 然后给绍兴酒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试一试味 味道刚刚好 但是如果你认为是不够的 那你可以加少许下去 那怎么认为少许呢 那你试了味了 是不是 那如果你觉得它是 淡一点的 那就加些下去 水呢 就一定要盖那些肉 用中火煲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盖盖 那等它滚了之后 才转小火 转小火就可以盖盖 煮它一个半钟头 记得要最小的火锅 不经不觉又到了一个半钟头 那现在我们就把肉呢 反转它 绍兴酒分两次 一个半钟头 就落第二次绍兴酒 滚后呢 就盖盖 煮它一个钟头 那如果是想是更软一点呢 就煮它一个半钟头 煮好了 想是更加入味呢 就要浸它一晚 那但是要将些桂皮 那些八角的材料 夹上来 如果不是会有酸味的 那都可以做多些 就是雪藏度 那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呢 解冻 蒸鱼就可以了 简单的煮熟 那些小糖菜呢 应该是很少人不懂的 但是我来到它比较小 是没剪过素 那所以我特地就拍给大家看 大家不要炎我沉气 水滚就放下去 将这些部分先 因为它比较硬 然后呢 将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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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煮三十秒左右 将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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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火就可以了 可不用开到 房间很大 那要记得 菜要洗很多汤 要洗干净才煮 肉有煎过去 六面也煎过去 特别紮实一点 这些皮有煎过去 真的特别特别弹牙 好好吃